如此以来 当然才能够直接用枪 来指挥你整个 或整部的政治机器 台湾正是这样 被美国做长臂的控制 您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台湾的汉光 第39号演习又启动了 而且真是启动了 还有两位年轻的阿兵哥 立刻在演习的过程 又出了状况 又掉了链子 而在这种过程里面 是不是暴露着台湾 其实对于这些演习 并不真的那么认真 也没有那么在行 换句话说台湾是不是在整个军事行动上 事实上只是应付美国的需要而发展出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呢 当然其实还真的弱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一次看到军事演习的整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有着美国人的影子 也就是美国人不断参加台湾的各种军事演习 并且美国人也不断参加台湾许多的武器的利用 例如我们知道了以前的F16跟马上要进场的F16V 其实都直接由美国派驻在台湾的这些飞行员也好 或者叫部位也好 在直接的空军基地里面做晚霞的动作 或者就叫指导动作 当然他不会只在军事的空军上面 他也会在海军上面 著名的所谓台剑台造 其实就有了上百位的所谓美国的军事顾问 直接到了高雄来驻地 这样一来大家似乎就不觉得习惯了 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军事相关的训练 确实已经是长期以来就把他们的美军人员 以看起来像是平常的身份放在台湾 但是你实际到相关的地方去再考察 这地方当然不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而是在整个中南部或者是台湾的东部 这地方常常出现一些气质独特的外国人 他看起来既不像生意人 也不像来台湾旅游的样子 更不是来台湾移民 或者只是来台湾寻求另外一个伴侣 那他们是谁呢 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美国派驻在台湾的军事顾问 而这些军事顾问 他们其实有实质的操作这些武器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另外的工作 是管理台湾的军界 要如何的使用这些武器 也就是说这些武器不是只是卖给台湾 或者不是只是提供给你台湾 而是他要要求台湾 你该怎么用 你就得怎么用 当然了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他不是把武器给你 万一你把枪口对过去到美国那边 或者是围击美国怎么办 例如啊 虽然你可能不可能围击美国本土 那万一你围击美国的重要的所谓军事伙伴呢 比如说日本呢 比如说韩国呢 又比如说万一你能来再强一点 直接到他的海外所谓的领土呢 领土官岛呢 那又如何是好 所以这些当然要做好好的管理 而所谓的管理 他还包含所有的情报管理 都在美国的管辖之中 而这个整个最重要的宗旨会 当然就是所谓的在台的AIT 这是美国在台协会的简称 而这个地点呢 早期是在台北市的信伊路三段 后来呢 他为了扩大他的整个面积 他整个移到了台北市的内湖区 而其中的所有建材呢 都是从美国直接给运送过来 而且所有的工人 也都由他们自己亲自挑选 这个意思是 里面所有的情报科 所有的机关 完全不给台湾任何的单位有机会 在其中做任何的手脚 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理解 美国他对于整个情报和军事的管理 其实是已经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 而且他的长臂管辖 是直接把人派到现场去 而且深入到你所有的军事演习 和所有的武器应用 如此一来 当然才能够直接用枪来指挥你整个 或整部的政治机器 台湾正是这样被美国做长臂的控制 与管辖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